就是说你相信命运吗 还是说我命有我造 你看好我就觉得 顺着刚才咱们说那个事情去聊 就是之前我也会去想说 这个世界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就也是会不解 但你看了一些哲学之后 你就会理解说 我看到的世界是啥样 它就会是啥样 就是它不是 我这个麦弄了 这个可能那个不专业 其实它可能不见得是一个世界 而是每个人眼里不同的世界 哎好嘞 咱聊到那个尼采 其实我觉得 他这一两年对我来说 特别这个正能发挥一句话 就是他说要在自己的身上去克服时代 这个事情对我影响非常大 你怎么理解这句话 就是如何能跳脱出这个时代 就是你可以活得没有这个时代感 活出自己的一套生活 这个其实是挺难的 就是不是时代给你的这些压力和痛苦 如何能跳出来 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哲学能带给我们的东西 好多做喜剧的人 底下都有忧郁的倾向 对 你就永远就是这个这个鸡血满满的 就是可以说 不是你们叫满血复活什么 是 反也没用 就是这个事情是咱我看来 就它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然后我也同时不认为说做喜剧也好做其他事 包括咱们今天对谈这件事情本身存在什么意义 但就是咱们几个聊一聊乐呵乐呵 对对吧 然后哈啦哈啦 然后回去说 哎呀 这个跟紫超这个这个文涛老师赵琳老师聊了个天 挺开心的 就完事了这个事情 你要说非说 这个今天到底聊出了个啥 那这个事就很烦 你不觉得生活里边充满了烦恼痛苦挫折 这些经验吗 有啊 而且是这些人 前人其实他们的痛苦啊 烦恼其实都是经历过的 而且他们也没思考出来个一二三 就这些痛苦 包括咱刚才聊的什么躺平 其实你都能对应到之前的那个哲学流派 都有人 这些问题全都想过 但也没人想明白这个事 那我不觉得我的材质比他们高到哪里去 比如说像我 我觉得我得通过思考哲学问题 才能让自己得到慰藉 或者解脱 但是有的人呢 你只能说是天生又福气 前几天我还听我一个朋友讲 他说咱们一个朋友啊 这个心理能力啊 真是不得了的 有一次我是亲眼看着他在机场 就等于是几个方向上 他的这个家族啊 都出现了巨大的这个劫难吧 灾变吧 而且是在同一天 同时发生的 他看着都觉得 哎呀你怎么办呢 结果这哥们说 不想他 就这个性格 后来你有点像这个性格 是 就是 而且这个其实也是这个 因为我之前在互联网公司待过 就现代的这些做企业的 或者说互联网公司 其实很多时候会影响出这种性格 就是没事 有事我们去解决事情 我们去少考虑这些东西 没事有事我们就解决 一个事情一个事情解决 往往他又把那个企业做成了 但他们回头可能会痛苦 就为什么现在很多企业家 开始去上课 开始不但学这个企业管理 因为企业管理他们做得很好 然后开始学这些文理的课 就觉得说 我这个水平这些事情困扰 不了不了我 但是有外部的这个冲击 包括我赚了这些钱 到底为啥 今天这个喝五喝六的 到底吐个啥 所以说这就要去上课 就是讲这个过程 子超你觉得呢 就是经济不断的发展 很快 然后基本上 你一个基本的逻辑 就是你努力 你就可以成功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成功 别人对你的看法 就是因为你没有努力 而不是去考虑 其实成功背后还有很多的 非命运的因素 偶然的因素 人就会变得很内卷 你相信命运吗 我觉得我还是相信的吧 因为我觉得 你相信有一个你不能掌控的东西 有一种命运的洪流 在操纵着你了 对 我觉得是有一个人生大的剧本的走向吧 其实黑格尔也谈过这个问题 就是历史上那些英雄人物 和这种历史潮流 他到底有什么关系 如果没有拿破仑 会不会再生出一个类似拿破仑的人 我觉得是有这种关系 就人的大的命运的走向 大的剧本 我觉得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谁写好的 但是他肯定是有一个大纲吧 我觉得 就像我们聊天有一个大纲 但可能具体你到 你的发挥是不一样的 但是大的走向 比如今天是聊哲学 那可能这个大的走向是有定的 那个原来罗树啊 在西方这些史里面 他提出 就是说一个人可能有两种不同的一种生活态度 他把它叫两种不同的模式 一种他把它叫做 叫忧郁的快乐主义者 当然你也可能是一个 这个 一个忧郁的快乐主义者 和一个快乐的悲观主义者 你可能骨子里面 你是个悲观主义的 你觉得这个世界啊 整个是每况愈下 或者是像我们今天 今天气候这么热 我们全球变软 这个将来很可能人类正在 没办法 这个无解了 这将人类自己还顾不上这个问题 天天为了其他的一些利益 搞得打得头破血流 所以这个很可能 我们这个世界 整体正在走向灭亡 走向这个衰入 这个可能是一种 我们说一个悲观的前景 但是呢 这并不妨碍 你仍然过好你每天 你每天快乐像湖南这样 快快乐地过好每天 尽管你在骨子里面 相信这个世界是整个是每况愈下 是越来越糟糕 而且是不可挽救的 它是一个悲剧 这是一种 还中呢 就是你相信世界会越来越好 这个实际上是从17 18世纪 和欧洲开始的一种进步主义 这种进步主义影响了我们全世界 我们都觉得进步主义最经典的表述 今天比昨天好 明天会比今天更美好 我们相信将来会好的 哪怕现在比较困难 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难处 但是一切都可以改变 所以这个人是个乐观主义者 但是呢 他可能会被很多小的一些事情 他老是处在一种忧郁状态中 但是他并不妨碍他 相信世界是会越来越好的 所以这两种态度确实是不一样的 您讲这个我就想起啊 我前一阵看那个姜文一个小短视频 就说梁树铭老是皱着眉头问 这个世界会好吗 然后后来他们就让姜文回答 然后姜文就说 我看啊 只要永远有人在问这个问题 这个世界就错不了 就差不了哪去 这就是哲学啊 是哲学的一个提问嘛 对哲学家来说 其实有哲学家就是说 其实这个世界是不好 但这个可能是我们能获得的 最好的一个世界了 对对对 你看莱布尼斯说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就只能是 但其实比如说 之前我们从科学角度也会说 有人在怀疑说 是不是从宇宙大包照开始 咱们现在做的任何的事情 都已经是定数 对 就是都像过电影一样 只是过好已经既定 就刚才说那个命运的问题嘛 但其实你看啊 就像我们打台球 其实也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从一开始 去打这个白球的时候 你根据力 根据这个速度 其实你都已经能算出来 这些红球 最后的那个落点在哪里了 但如果你是当中的 一颗红球的话 你其实是不知道的 你就跟着撞去 你也不知道你要去哪 但他就 但排球出发的时候 你已经 已经知道你的结局 应该落在哪 但你不知道嘛 你就跟着跑就是了 但为什么我们只能当球呢 我们为什么不是那根呢 就是因为我们跳不出来 其实我们就在这个 三维的空间里 我们跳不出来 如果你是干的话 其实你就知道 这个东西终局在哪里 这就是哲学 对 所以我觉得 当然也有人说 这个哲学没有用 可是怎么说呢 为什么我觉得 我不知道我在学哲学 但是后来我发现 我看见所有哲学的书 都像看见这个武侠小说 一样被吸引 就是他只要在说的一些东西 所以赵林老师 我明白您的意思 就是说 真正从事哲学的人 注定是极少数的 对 但是呢 你要说 比如说这两年 他们说就像你说的 网上哲学课也很火 对吧 我自己觉得呢 很多年轻人 他会不会就工作也比较难找 竞争也比较激烈 人在这个时候 会不会想 活着是为了什么 或者 因为我总觉得 说实在的啊 当然孔老夫子的深意 我不能理解啊 但是表面上看 我就很难理解他这句话 他说未知生 焉知死 他的那个学生问他 我觉得对我来说 真的不是这样 我觉得要是 不知道死的问题 我又怎么知道生呢 对吗 当然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 但是你总得思考出一个观 你的所有的一切 是跟这个来的 比如说 如果是认为 就是死后 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对 彻底的没有了 活法 直接影响到你的 所以过去民国的时候 有一种学者 对道德情况很担忧的 其实他们这个里边 我觉得也是一种 善巧的考虑 就说中国要进行因果教育 对对 就他的起因倒不是说迷信 对 而是说呢 老百姓 你看他也不是说 像这个西方 有那种基督教文化 但是这个老百姓呢 他哪怕相信一个 有因必有 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科学的原理 因果律 对吗 做好事有好报 做坏事有坏报 至少可以让这个社会的风俗 对 向善 对对 他至少他有这么一种企图 对对 对是这样 对那个其实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说 这个因果啊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因果 我们可以 特别是我们经验世界因果 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研究来把握 是吧 给了什么样的因就会有什么样的果 是 但实际上呢 如果要是说 把这个世界和未来的世界 连成一个整体的话 这个因果你至少在现实世界 你是无法练正的 对吧 既不能正视也不能正伪 对吧 我们可以说没有人 我们不知道死了以后会有一种另外一种生活状况 我们从来没有人可以证明这点 但是也从来没有人可以证为这点 对吧 也没有任何人可以用确凿的证据 就像科学里面的确凿证证明 根本就没有另外一个事情 没有人可以证明这点 诚如他不能这实一样 所以这些问题实际上就留住于哲学或者宗教去解决了 所以宗教和哲学它有很多地方是 我是听您说的嘛 说哲学家几乎没有自杀的 哲学家很少 基本上没有 而且哲学家还有一点 他活的都比较长 特别是古希腊的哲学家 真的吗 因为哲学家 柏拉图 苏格拉图 苏格拉图是70岁的时候被人处死了 对对对 柏拉图呢 柏拉图大概是活了 我一下记不太清楚了 他 谁长寿 比如说像这个高尔吉亚 据说活了105岁 对吧 还有这个 迪奥 迪奥根里 迪奥根里 还有这个像古希腊 当然有很多人 像毕达哥拉斯这些人 他们都活得很长的 对吧 都活得很长 所以这哲学家 那现在哲学家 你看东部东西 德里达 是嘎德蒙尔 都是90多岁 100多岁去世的 对吧 所以哲学家 至少能能长寿 对 他这个其实在我这家 哲学它可能更重要 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 其实呢 哲学作为一门学科 它是很专业的 对吧 而且它作为 一个学科 作为一个 专门从事某种研究的 这种学科 它可能出现是最晚的 它是比什么文学啊 艺术啊 什么这个戏剧啊 这些东西 更后产生 所以黑格尔有句名言 叫弥列瓦的猫头鹰 只有在皇后的时候 才起飞 对吧 讲到这儿 我跟你说 我埋伏的一个东西 可以用上了 对 我就是听你讲 像弥列瓦的猫头鹰 黄昏时候 才起飞 您跟我们先解说一下 是这样 因为弥列瓦是 希腊的雅典腊 在拉丁的名字 对吧 因为希腊罗马 都神教是一脉相承的 对 所以每个希腊神 往往在拉丁 有个罗马 有个拉丁名字 比如说宙斯 在罗马叫朱毕特 对吧 这个赫兰叫朱洛 那么亚典腊叫这个 弥列瓦 阿弗洛丽特 叫维拉斯 对吧 等等 它都是这样的 所以弥列瓦就是亚典腊 而亚典腊在希腊 它是智慧女神 所以它有个标注 就是猫头鹰 所以在西方的猫头鹰 就代表着智慧 是因为它是 亚典腊的这个标志 所以猫头鹰呢 往往当然确实 它是黄昏的时候 在起飞 白天它在睡觉 对吧 但是黑格尔这句话 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弥列瓦的猫头鹰 那就是智慧 因为哲学本身 就是对智慧的热爱 哲学这个词 叫philosophy philosophy 作为一个希腊语 就是phelo就是爱 sophia就是智慧 所以核在一块 philosophy就是 对智慧的热爱 而猫头鹰本身 弥列瓦的猫头鹰 就是智慧的上升 所以黑格尔这句话呢 看起来是个大白话 猫头鹰确实是 黄昏的 但是它说的是 蜜蜡瓦的猫头鹰 也就是说 智慧这种东西 往往是在 一个人的生命 在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一种文明的 最后的黄昏阶段 才开始高高的 熬下起来 此前都是别的文化形态 大放异彩的时代 文学 艺术 戏剧 奥林匹亚竞技会 包括其他的 甚至包括经济 政治这些东西 各种不同的 这种文化形态 社会形态的那种发展 它可能都是在青春时候 或者壮年时代 但是哲学 总是在黄昏时候了 所以它作为一名学科 它是在黄昏时候 才开始发展高峰 就是说 古希腊的文明 达到这个 夕阳无限好的时候 是它哲学的最高峰 但是哲学本身 就意味着 一个时代的生命 即将凋零了 所以它也是个悲哀 就是人开始 达到了一种 彻底的反思 达到了一种 像哲学家那样 一种哲学的 这种反思的高度的时候 说实话 你的生命 你的人生历练 你的人生的经历 它已经都经过了 然后这个时候 你开始反思的时候 恰恰生命也就开始 要收官了 那你们再晚几年 但是呢 这是疑问 还有疑问了 我觉得更重要 就是哲学 还有一部分 我先让您看几张照片 完了之后咱们讲 所以学哲学有什么用啊 我听了赵林老师 讲这么一句黑杆的名言 我就留心了 你知道最近 国家博物馆 大家都夸 国家博物馆最近弄得有声有色 最近搞了一个古罗马的艺术展了 我去看了 我去看了 你看 我给你们拍到了 蜜涅瓦的猫头鹰 我一看 这正是赵林老师说的那个 对 这是古罗马三神 中间是宙斯 那边是赫拉 也就叫朱洛 这边就是雅典娜 也叫蜜涅瓦 就是 对 它旁边是猫头鹰 蜜涅瓦 你再看下边 你看 这个就是 雅典娜在罗马神话里 就叫蜜涅瓦的 智慧女神 脚底下 你再看特写 这就是那个猫头鹰 对 这是个猫头鹰 代表这个智慧 代表智慧 所以就像这边 你看到宙斯脚底下 是一只鹰 那就是罗马的象征 罗马君旗就是鹰旗 这个东西很神秘 你看 你看在国博 你顺便 我又看下两个 你看 这是 萧尊 也是猫头鹰 对 就是清通商朝 清通记的造型 对 那本来也一种 一种神鸟 对 然后甚至是 咱们中国这个养韶文化 公元前五千年以前的了 你再看下边 在国博也是 镇馆之宝了 最有名的 在养韶文化 陕西出土的 你看 是不是也像一个 猫头鹰的 对 像一个鹰 也是一个 所以我这是 中西联想了 对 您就 你看 咱们现在就看见了 就学点哲学 你看展的时候 你能辨认 这就是面语完的 对 猫头鹰 原来怪不得 您也有点挂像 你看 你看他鼻子 鼻子 是不是 有点猫头鹰 猫头鹰表情哲学 对 所以呢 从这个 你再给我们讲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说 我刚才说了 哲学啊 开始高高高翱翔 就是说它开始成为一门学科 而且是最高的学科 这个时候拿到充分子绝了 这个时候当然是遭了 黄昏了 但是这并不妨碍 哲学本身作为人的素质 从你的生命产生之初就开始了 所以我老说 我说哲学是人的一种宿命 我们人呢 一出生就被判出了一种 哲学的徒刑 没办法 你不可能不思考哲学问题 只要你是个人 哪怕你没有任何文化 是吧 你大致不是一车 你一辈子都在深山老林里面 从来没走向这个繁华的盛会 这都不妨碍你 总会思考一些徒刑问题 因为你没办法 只要你是个人 所以我在讲这个 在这个 那个B站上 讲这个 西方哲学20讲的时候 我第一讲 我看着就从 刊门大书三问开始讲起 就是一个 一个人到一个单位 一个没有任何文化的 刊门大书 他把你拦住了 他首先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从哪里来 第二 你到哪里去 第三 你是谁 这都是最深刻的哲学问题 就是今天进门的时候 都经过了哲学的考问来 但是呢 这个其实 你要从 你到哪里来 你从哪里来 你到哪里去 你是谁 这个问题 你要把它往上 不是就事论事 你把它往上稍微提一下 它就是哲学问题 所以我说 我做新方哲学 新方哲学史 我说 第一个哲学阶段 西方哲学史的第一个哲学 这个希腊哲学 它探讨的问题就是 视觉北渊 万物的北渊 无论是后来产生的 所谓的唯新主义军向的 还是唯物主义军向的 他们都追问 这个大千世界 纷纭复杂 它最初北渊是 从哪里来的 是吧 是从水火土气 还是从什么树啊 罗格斯啊 什么理念 这些东西里面来的 他这不就是问 从哪里来吗 只不过这不是你 也不是我 也不是他 而是宇宙 这个理 是吧 这个大理 所以你从哪里来 后来到了西方基督教 西方这个哲学第二阶段 基督教文明的时候 基督教也是一种哲学 它是跟神学联系外 它最问的问题 就是你到哪里去 因为你到哪里来的问题 你已经信仰给你答案 是上帝在六天之内 创造乱创屋 这个已经有难改了 神经里面有难 这是颠簸不灭的 但是到哪里去 我不知道 死了以后 我们到底是上天国 还是上地狱 这个可能是中世纪 一直到近代很多哲学 比较关注的问题 然后到了现代哲学 最关注的就是 你是谁 自我的问题 从理睬开始 越来越开始突出主观 客观世界本身怎么样 这种不重要了 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不重要 重要是对我来说 我是谁 这个问题实际上最后 就达到了自我 所以我老师 我们人生 刚开始出生以后 刚开始医押学义的时候 最早学的词 可能就有我 最早就会说我爸妈 这最基本的词 一直到临终 我们最后的遗言 可能最后还有个我 但是我们很可能 活一辈子都不知道 我是谁 谁是我 世界 认识世界比较简单 说实话 你认识世界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些问题 我们说虽然个人 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呢 毕竟还是有一种 主流的观点 你生活在不同的氛围 不同的环境里面 它有不同的主流的观点 但是我是谁 这个问题 确实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了 所以这样是一个转折 当然在西方哲学中间 近代哲学 它是一个 关于世界是什么样的 和我怎么样 我怎么认识世界 和我怎么改造世界 这是中间还有一个插曲 就是我和世界的关系 所以整个西方哲学 就经过四个阶段 第一就问世界从哪里来 第二问我们到哪里去 第三问我和世界什么关系 最后我是谁 它越来越开始向自我搜出 越来越开始转向自我 我觉得就是 当我们思考这些事的时候 世界啊 自我的时候 就有一个前提 就是我们需要闲暇 对 我觉得哲学家 或者说哲学 思考这些东西 最大的一个前提 就是闲暇 但是现在 现代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闲暇 没有闲暇 对 然后我看那些 伟大的哲学家 一般他们的生活境况 分两类 一类是像 比如像舒本华这种 就是18岁 父亲死了 然后继承一笔遗产 对 他有钱 他一辈子都不愁吃 不愁喝 所以他当然有这种 闲暇去思考哲学 还有一种就是 比较的安平乐道 比如像尼采这种 他也没什么钱 但是他能在那种 非常简朴的生活中 找到满足感 对 那他同样有闲暇 去思考哲学问题 对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 可能就是 不是 可能不是大家没有 这个 对哲学的兴趣 或者觉得哲学没用 而且而是纯粹是因为 这种多现成的工作呀 这种内卷的生活呀 导致你根本没有 片刻的闲暇去 真的思考哲学 这个呢 其实我觉得 闲暇是相对的 对吧 闲暇很容易 对吧 一单诗一瓢 你也可以有闲暇的 对吧 不是说非法 忽然就不能同意啊 一单诗一瓢眼 就 咱还创业公司吗 对 你看比如说 你说像理睬 像这个卢梭也是这样 苏格拉底也是个穷人 你没有这些一贫如洗呀 当然亚利苏洛德说 哲学产生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精益 一个是闲暇 对吧 首先我们要好奇 我们对世界 对自我 对所有社会 所有人我们要好奇 其次我们要闲暇 这确实是 但这个闲暇 我觉得在很难中 它确实在很难中 它是一个比较相对的 不是说只有 完全意识无忧 这个锦衣玉石的人 才能从事哲学研究 绝不是这样的 是吧 所以现代人呢 其实 说实话 你即使说 那些最没有闲暇的人 他也不一定 比当年卢梭的近况 要更糟糕 当年卢梭什么近况 卢梭基本上 贫命交加 又没有任何背景 是吧 他从小就是 母亲早年去世 父亲后来出走了 他就是一个流浪案 后来在华伦夫人 这个专员里面 受到的一些情感的教育 受到的一些文化的教育 然后就跑到巴黎去闯世界 可以说真是 移民不稳 然后在 也疑问不明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当时到那个地方 是闯瘦 就完全就是像 我们今天那北漂的 那些类似一样的 跑在去 跟当时一笔启蒙 思想家都是年轻的 都是一些 可以说当时奋亲嘛 算是 大家一块闯世界 但是华伦夫人养他吗 不 华伦夫人那是早先啊 他二十来岁就离开华伦夫人了 那后来他谁养他呢 他就是靠自己写东西 赚一点钱 然后主要是靠跟别人 腾乐谱 腾学乐谱 他没有任何生活之缘 他和福尔泰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在讲 法国启蒙的时候 这两个人 一个是养尽土优 是吧 吃香的喝辣的 受到这个欧洲各国的 这种权贵的 一种崇拜景仰 一个就是完全被别人看得上家之犬的 就是说到处遭到人攻击 这两个人完全就形成了 两个不同的这样一种类型 生活状况也完全不一样 但是这两个人 福尔泰比卢说 大概大十八九岁 最后两个人都是 七八年 两个人同年去世 两个人死对头 所以在法国去 我每次到巴黎啊 我都一定会要去一下 萨拉克佐汉的这个先前史 先前史 下面下到地下史 所有法国的伟大的文化英雄 包括像居里富人啊 像维克多鱼果啊 这些伟大的文化科学的 这样一些巨博 他们都埋在里面 而一进去 两个面对面的两个人 一个福尔泰 一个卢梭 是吧 这两个哲学家 完全不一样 福尔泰那确实有闲暇 是吧 他一天到晚 在他的这样的一种 这个庄园里面 从事他的批判 卢梭就是真是黄黄然 如果上架之权 被逼着到处好 一事无忧 而且这个一事无着 然后这个平平交加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也是导致了 他的一条思想 所以这个 就确实在这个意思上来说 我们说这个人的 这种处境 更多可能啊 固然处境可以改变个人 但是首先你这个人 基本上形成了 你的一种这种气质 或者你的一种价值观 一种生活态度以后 在很大程度上 实际上处境是被他所左右的 忽然 这个问题最好你回答了 你最忙 我看我们当中 整天跑通告 那你说这个 看门口大爷的三问 你现在还有空考虑吗 但其实我觉得 每空考虑 往往是个好事情 对 就因为你有空考虑了 其实你就已经是向 哲学去寻找答案 寻求帮助了 就很多人其实忙忙忙 你不考虑这个事情 有 其实没什么不好 就因为你不需要去考虑这个问题 对吧 就是我们也在说 你是想当一个这个 无所事事的猪 还是想当一个这个 愁眉苦脸的斯科拉底 对不对 你想当什么 我要是能 安平的当那只猪 我当然想当那只猪了 那只猪有的时候 它一思考吧 它就成了一点点斯科拉底 这是非常麻烦的 这是非常麻烦的 我要是能中日啥都不想 当那只猪安安稳稳的当上 特别开心 对 但往往就是 你就开始会去想说 我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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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哪里做错了 或者说我做这个事情 要到底是为了啥 这就麻烦了 这就开始要从哲学里面 去寻找答案了 但哲学我觉得挺好的 其实 你看刚才我们在聊 其实很多那种 大不头的书 其实也是看不进去的 是 对 看不进 那个B站上面 那个邓小芒老师的 那个精神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那个500个小时 不太好看 没人看 就是实话实说 就是这些年轻人 爱好哲学 也都是 在业 也是去看 那个全是睡觉的 就想要睡觉 去看一会儿 就睡觉 就只能看看 浅的这个哲学史 其实也是一样 然后就看看 哪些画 这个东西好像 对我现在有用 就像看紫超说 像抓药一样 甚至有些东西 是矛盾的 我前段时间 是这个心经 我需要这个画 我就拿这个画 去慰藉我 这段时间 这个画好像对我有用 就去抓过来 但哲学家 其实也特别好 就是哲学家 不歧视我们 这些爱好者 哲学家还有说 这个什么是哲学 哲学史就是哲学 他这么说 他说你们现在 看这些也是哲学 那挺好的 我也觉得 我看的就是哲学 所以说就是 各取所需 然后从这个里面 找一些这个精神试量 所以说 其实你说这些年 我是感觉说哲学热 经常说又哲学又热 但你说热不热 也不好说 你比如说 我们这么说 去这个寺庙里面烧香 拜佛的人多了 就代表佛教热吗 也不是吧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 可能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那里 就是爱于这个哲学 和哲学史的一个关系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是算是专业做哲学 那么我觉得 因为哲学这门学科 它从最初产生之初开始 一直到今天 它都和科学 当然也和宗教和神学 它都是有很大差异 尤其跟科学 为什么呢 因为科学 它是一门 一定要有确定性答案的 这样的问题 这样一门学问 才叫科学 客观标准 所有人 不管你是中国人 你是英国人 不管你是主张 什么样的观点 你都得承认这个 这个刘顿三大定律 承认这个万有引力定律 是吧 你这个东西 否则的话 你得出一个观点 跟它相反 那大家肯定觉得 你是个疯子 不是个疯子 是个骗子 是吧 这两个问题 但哲学不一样 哲学自产生以来 一直到今天 哲学它是没有定论的 哲学看讨的问题 它是不能在实验室里面 做实验的 因为它看到的核心问题 都是形而上的问题 就是超越经验的 我们说的这个形而上的 它的原始的反译词是经验 而不是辨诊法 不是这个我们在大学课 你们学在这个 形而上学到辨诊法 对你不是这个 它的 它的经验 形而上就是超越 这个经验 我们中文翻译这个词 翻译得极好 那个麦特菲 这个中文翻译的 当然是日本人 当时用我们中国的 古代的译经 周一里面这个翻的 叫形而上者未知道 对 形而下者未知弃 对 弃就是个东西 比如说这杯子 这个桌子都是弃 而形而上是个道 而道可道非常道 所以哲学关注的 核心问题是形而上的 而形而上问题 最大的特点是 不可以在经验中来练证 你不能像 这个加速度啊 像这个惯性 你可以在实验室里面验证 对吧 但是它这个不能验证 所以正是由于 它不能验证 所以每个人 对哲学问题的一种思考 是不一样的 跟你的环境 跟你的背景有关系 你从小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受到什么样的教养 你在什么样的文化氛围之中 你自然就会随大溜 就行持那一种 这个社会的主流的主义 就是